刚才在台下跟朋友聊天还说 那些年确实年轻 一天坐在这八场比赛不觉得累 现在一上午做四场就觉得腰酸背痛了 另外一位朋友说 是啊 你看像你这四十多岁的确实有点吃不消 一下子把我说大了十几岁 我坚决支持延迟退休 开个玩笑啊 我们来公布上一场的结果 华中师范大学生 各位好 这里是第十三届海峡阿里安大渔生辩论赛 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我是本场辩论赛的主席李浩 那么在开始本场辩论赛之前 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正反双方的代表队 首先向您介绍的是正方广西大学代表队 欢迎他们 正方一辩张思豆 正方二辩王栋 正方三辩秦彦博 正方四辩方山代表广西大学 问候在场各位 好 欢迎我们广西大学的思维辩首 希望一会儿能够好的表现 接下来向各位介绍的是 来自我们的台湾政治大学的代表队 欢迎他们 法律学系三年级周同 教育学系二年级温宜亭 政治学系三年级周景赫 气管系三年级江运哲 政治大学 问候在座各位 我们今天本场的辩论赛呢 依然围绕着延迟退休这样一个辩题来展开 我们正方的观点是延迟退休利大于弊 我们反方的观点呢是延迟退休必大于利 那么首先有请我们的正方一辩做陈词 继续开始 谢谢主席大家好 老当一壮 匿以百首之心 穷且一肩不坠 轻云之至 时至今日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 言虽晚目 却智为如壮 延长退休年龄 也迅速成为社会热点 所谓延长退休年龄 是指一个国家 从社会现状和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 根据人口的平均寿命 及劳动力供应状况等因素 所做出的延长退休年龄上限的规定 今天我们判断延长退休年龄的利弊 必须站在当下中国具体环境上具体分析 而评判利大还是弊大的标准 关键在于能否缓解中国当下 亟待解决的养老问题 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我方认为延长退休年龄 力大欲弊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论述 第一 延长退休年龄 是缓解当下中国 养老金亏空这一巨大压力的客观要求 2014年 台政部公布我国养老金 档期亏空1563亿元 飘红的数字已无法掩盖财政补贴的顾及 而对于养老金亏空的解决方法 国际惯例有三种 第一是提高税收 第二是投资增值 第三就是延长退休年龄 中国的高税收举世闻名 再增加税收显然不合时宜 而中国人的保守心理 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完善 使得养老金投资也缺乏土壤 唯一可行的就是延长退休年龄 从多收和少支两条途径来平衡养老金的收支 从长远上解决养老金的支付压力 第二 据于美国经济学家弗朗寇提出的生命周期理论 延长退休年龄 这一有效途径体现了社会人文关怀的思想 随着社会发展 我们受教育的年限和人均寿命都在不断增加 可是退休年龄还是一成不变 这就意味着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临工作年限被挤压 退休生涯扩张的困境 原本处于自我储蓄的黄金阶段 却突然陷入了巨大的养老压力中 这样的规定合理吗 弹性延长退休年龄 恰恰给老季福利 智在千里的老同志继续发光发热的机会 这正是社会人文关怀思想的崇高体现 第三 延长退休年龄是应对我国人口结构转变 增加我国经济竞争力的有效方法 2013年中国减少了345万劳动人口 与此同时老年人口的数量 却以年均800万以上的规模在激增 此消彼长 这意味着一年内 中国就丧失了近千万的劳动人口啊 青壮年劳动力的更新速度 远远不及老龄化的速度 基于问题在当今显得尤为迫切 俗话说江还是老的辣 老同志继续工作 一方面对青年人起到帮助的作用 缩短了人才的培养周期 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人力资本的使用率 从长远上提高了我国的经济竞争力 所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不是权宜之计 而是未雨绸缪的长久之策 松丧手速 我方坚持认为延长退休年龄力大一弊 谢谢各位 好谢谢我们的正方议变 下面有请我们的反方议变 做陈词 计时开始 谢谢主席 各位好 延长退休年龄是指延长国家所定定的 法定退休年龄 也就是延长何时能起领退休金的实践 这样的政策对于不同的群体 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 对于工作性质损耗较小的群体 延长退休年龄便不是问题 好比许多公务员白领阶层 即便退休后依然能转战私部门或其他产业 对于他们来说 延长退休年龄 只是让他们有机会领到更多的职业补贴 当然是个利多 但是对于工作损耗庞大 且环境充满风险的这些基层体力劳动者 由于今年累月的消耗体力 长期压榨健康 加上许多不确定的职业伤害 使他们往往连现金的法定退休年龄都还没到 便得提早离开职场 对于他们来说 这笔退休金更是急需拿来养家活口的 延长法定退休年龄 便是让这些劳工必须过上一段既没有工作收入 又没有退休金的经济空窗期 如同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专家刘庆龙吉指出 延迟退休政策更多的顾及了脑力劳动者的利益 而为考量体力劳动者的实际状况 身在第一线的体力劳动者 他们早在劳动力最茂盛的时候 就透支了他们的体力 根本谈不上可以延长退休 了解政策的影响之后 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三点来论证 延长退休年龄必大于力 首先延长退休年龄与退休金政策本身的立场背道而驰 退休金制度的本质 乃是为了让劳工在丧失工作能力之后 依然能有良好的生活保障 而退休年龄的延后便意味着延长延后了退休金的发放 是对一群最需要保护的人 在他们最需要保护的时刻 视而不见 撒手不管 这在根本上已经违背了政策的初衷 其次延长退休年龄无助于解决问题 对方说延长退休年龄是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及抚养比过高的问题 然而真正能够随着法定退休年龄延长 来延长个人退休工作时间的这些人 根本不是问题的癥结 毕竟白领阶层和公务员可不是我们现在缺乏的劳动力主要族群 他们本身也有更多的能力制式 确保自己在退休后有不需要他人抚养 便能自己过上良好的生活 反观劳动力的核心及退休后最可能需要依赖他人照顾的体力劳动者 却恰恰是最难配合政策更改便延迟退休的一群人 资料便显示45岁以上的高龄劳动者因为体力 视力和反应的不足 导致他们坠落 爆炸 外伤等事故随着年龄上升而逐渐递增 让弱势劳动者在健康状况不佳时持续劳动 全无产值上升只见更严重的工作伤害 国家不仅无法解决劳动力与财政的缺口 反而必须付出更多的社会成本来养他们 因此 延长退休年龄当然无法解决问题 第三 延长退休年龄制度增长了阶级间的矛盾 本身便是不公平 延长退休年龄让那些生活无余的脑力劳动者 有机会领到更多的退休金是锦上添花 但是对于那些最需要保护的体力劳动者而言 却是延长了经济空窗期 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同中国人民大学张明教授所言 延长退休年龄便是要劳工们多劳动十年 少养老十年 不能多劳动便要受惩罚 如此不公平的制度 这是侵蚀国家正当性基石最大的杀手 因此 国方认为延长退休年龄自然是必大于利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我们的反方一辩 下面有请正方二辩做质询 计时开始 正方朋友 您好 我们先来核对一个东西 您方知道在现行的劳动体制下面 对于重体力劳动者 他们的退休年龄是往前移的吗 也就是说40到50岁 在中国是个样子 其他国家不是这个样子 对 在中国也就是说 也就是在现行对体力劳动者 是有特殊关怀的 对吧 但是您方也认同在一并认同 对对对 有时候您也认同他有特殊关怀 好 我们来看您方的第一个论点 您方说与退休立场背道而驰 对方没有 我想问一句 就如果我与退休立场背道而驰的话 那是不是说所有延长退休年龄 那部分老年人他们都丧失了劳动能力 是不是丧失了 呃 不是 不是丧失了是不是 不是我们要讲的 既然他不是丧失了 不是所有 那他不是不能劳动 那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延迟退休年龄 对方没有 你没有听清楚我方的意思 我方的意思是 白领的部分没有丧失 这是因为科技的进步的关系 但是蓝领的部分是有丧失的 对方没有 您方有一个立场说的 就是说延长了退休年龄 可能会让那部分人 想退休的人退不了休 对方没有 我想问 如果延长退休年龄 是一个弹性的制度 这样是不是在您方观点里面 它就变成力大于力了 不是 是你延长退休年龄 你会让他减缓 他领取退休金的这个实现 所以你谈不谈性 对方没有 也就是说 在您方立场里面 您还是觉得我们今天所说的 延长退休年龄 一定是一个一刀切的政策 可是对方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 凡是实行延长退休年龄的 无论是西方国家 还是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意见 都没有提出延长退休年龄 是一个一刀切的政策 既然不是一刀切 也就是说 我可以选择在我劳动力 在我无法工作的时候 提前退休 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不是力大于力 我方不了解您方的意见 您方要论证您方的命题 不难道是就要在现况下 这个中国大陆 他们有分55岁 对对对 我方的确是要在现状下论证 但是这个政策 是在讨论实施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在讨论当中 政策具体实施 还没有讨论出来 但是您今天拿实施当中的问题来 问我们是不是力大于力的 这个是实施问题对不对 我只要确定您方 其实体力劳动者 也会从55岁也到60岁 对没有 我们再来看您的第二个问题 您方说 对那帮重体力劳动者来说 是不公平 因为行业之间有差距 他们劳动太累了 对对 那好这方面 这个行业差距是不是一直存在 一直存在 对 既然是一直存在的 延长退休年龄 怎么让这种 最多让这种不公平差距 加剧了 但是是不是延长退休年龄 导致的 对啊 既然不是他导致的 是不是 我说对啊 是他导致的没错 对 既然是 好 谢谢 好 谢谢我们的两位变手 下面有请我们的反方二变 做质询 即时开始 刚表您好 您方刚才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要讨论 您方告诉我们延长退休年龄制度 是要讨论 弹性退休制度是吗 对没有 这是可能涉及到一个具体的实施问题 有没有要这么做呢 您方今天我们今天来讨论延长退休年龄是弹性的延长吗 如果调研有必要的话当然会这么做 如果 对没有 您方具体回答 我方今天我们是要讨论 综合讨论 做出对政策的评价 还是我们今天只要讨论你那种政策 是要必大于力还必大于逼呢 对没有 当一个政策实施的时候 它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 你不能妄图用一个政策来解决所有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评价它有什么问题 对不对 对对对 好所以我们是要综合的讨论不能只讨论弹性退休的问题 再来跟您方确认一个概念 法定退休年龄等不等同于你工作到几岁 应该是不等同的 如果是你有其他的状况可以不天退休 法定退休年龄如果是60岁 我可不可以选择40岁就提早退休 就提早不工作 如果你自己愿意交社保的话 你30岁退休的问题 可以所以可能有一些对于白领人来说 他赚饱了 他赚够了 不想工作累了 就会休息退休了 对不对 对啊对方表这是他自己的权利 所以这次还会自己的权利 所以对方不一定能够增加劳动力 再来请问对方便有 也有一些人他可能退休年60岁 可是后来私人企业回聘 他可以工作到70岁80岁都不成问题 对不对 对方便有您今天跟我谈的完全都是基于个人的选择 对没错 就是个人的选择选择什么样的都有 我方就是要跟你明确一个概念 虽然您方制度定出来 可是个人要什么选择是个人的事 所以劳动力的部分对方不一定能补足 再来想请问对方便有 您方告诉我们说老人人口增加 请问你一个简单数学问题 如果老人人口增加一倍 可是我们的财政也增加了一倍 那么退休金会不够发吗 这个可能涉及到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因为不简简单是一倍对一倍这么简单的问题 涉及到具体的养老金制度的时候 可能是一倍对两倍的问题 来自要告诉你 辽宁社科院研究告诉我们 2030年的时候老年人口增加一倍 可是中国的财政却可以增加四倍 您方告诉我这样有叫中国有缺钱吗 对方没有 您方的意思就是说财政增加了 我们全部拿去养老年人对不对 照这样的话经济还要不要发展 不发展这些钱又怎么来 只要这四倍里面的一部分拿去养老年就可以了吗 对方没有 您方真的很天真 说这四倍里面拿一部分 那经济不发展 或者说其他东西不要发展 再来请问对方没有 您方告诉我们这个 您方告诉我们缺老金 请问下对方没有 谢谢 谢谢二位 好下面有请我们的正方三变 做质询计时开始 方没有您好 您好 请问您听说过生命周期理论吗 呃有 呃那我 他是什么 呃你可以告诉大家 对方没有 不知为不知嘛 他是基于生命发展规律提出的 人的工作时间 退休时间和寿命长度 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适当比例 请教您这个比例是多少 呃您可以告诉大家 大约为三比一比五 嗯 那么再 那么再请教您听我的问题 按照现行的退休年龄政策 实际上这个比例是多少 不知道 但我知道的是 你说的是一个平均状况 但是有一群蓝领 他们是极端状况 我是说的是一个科学研究的合理比例 嗯 您不知道就说不知道好了 实际上比例就是条 您方不能这么理想的用数据去看这些蓝领 他们的体力就是跟不上啊 有权打断您请尊重我的权利好吗 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在寿命家长的情况下 怎么样才能保持这个比例处于合理的状态 大家要越来越健康才有办法一直这样 那个就是表象实际上是要退休生涯和工作生涯两者都延长分子分母保持合理比例状态 是 那么再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早餐吃得早 那么午餐是不是也稍微延迟一点比较合适 应该要早点吃才不会肚子饿 我是说如果已经晚点吃了两个都晚一点好一把 好啊那就一起晚一点 那么所以由于我们今天受教育年限加长 开始工作的年龄越来越晚了 那退休是不是应该也晚一点呢 对方便有我方从来没有要否认 白领他们可以这样子做的人 他们有权利选择 对方便有 我跟你讲的是宏观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上班早自然下班早 上班迟到那下班也晚一点 这个逻辑大家都知道嘛 如果有人一天只能工作4小时 就不应该这样好了 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您方三面刚刚讲了 弹性退休制度到底指的是什么 请您告诉大家 弹性退休制度是一个还没有实施的制度 我当然不知道是什么 是您方可以说您方可以告诉大家 北欧国家有时事 您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嘛 再请教您下一个问题 如果不延长 这方便有我可以打断您 请让我提问好吗 请问您下一个问题 如果不延迟退休的话 那么退休生涯大大加长 工作时间几乎不变 这种时候就不是有钱没命拿 而是有命没钱拿 人还在 钱没了 这种结果您乐意见到吗 您方今天是要让那些体力劳动者 做到死鞠躬尽快 这样的政府会不会太压榨了呢 养老级亏空那么大 不是说谁叫谁不叫的问题 是大家都没得领的问题 这种问题您方怎么解决 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有信心 谢谢 非常地精彩 其实像我们电视从业人员 就是骑得早 但是下班很晚 好的 我们下面呢 有请我们的反方三变 继续咨询 即时开始 官方便您好 我创办一下结果 您好 请问一下 接受基本教育 是不是国民应该享有 基本权力之一 对 是这样 没错 那如果今天这个有些家庭 因为经济的问题导致他无法上学 政府应不应该要予以协助 对啊 不管是世界各地都有义务教育吗 那如果政府对此默示 或者是加剧这个问题的出现 是不是可以为之为避害 那 据我所知 没有哪个政府这么没良心啊 对 我说如果嘛 那是不是避害 显然是避害 我再问下个问题 那如果今天有个人去 有一间公立的学校 公立中学 他因为财政出现了问题 那所以要增加他的学费 请问你赞不赞同这样的做法 如果有必要的话 他本来就应该增加 好 那您方赞同增加学费 那增加学费的同时 有些人就会因为学费变贵了 付不起 念不起书 您方认为 这是奖学费应不应该 对方没有 你这个逻辑不成立啊 公立的学校到底要交多少钱呢 交不起吗 我表示怀疑哦 公立学校学费变贵了 就有人念不起 我的假设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有人念不起 您方认为这学费还该涨不该涨 第一个 这个假设在信誓中不太成立 第二个 他涨的不会太多 实在不了解 有些人真的是付的钱也不太多 请问一下 我再问一次 你认为他该涨不该涨 您方在二逃我就当你说不该涨 在我们大陆真的没有涨 我再问下一个问题 请问 请问一下 如果今天有个政策的目的 原本是要保障某些人 那如果我的 实施的改革方案 或是其他的配套措施 有损机 有原本的目的 这个政策是不是就必大于利 甚至是不该实行 不一定 改革永远是利益的调整 肯定有利弊得失 我举个最明确的例子来说 如果你今天对教育制度的改革 会让有些穷苦学生无法念出 这个教育制度的改革 是不是不该实行 任何教育制度的改革 都是让穷苦学生过得更好 好 所以如果损机穷苦学生的利益 我们不该实行 我再问下一个例子 方便有70岁的人 70岁的老人 有办法坐在办公室里面 吹冷气 打电脑处理文书 70岁的体力劳动者 有办法在工地里面 搬砖头爬阴架吗 70岁的人本来就不应该 在那个时候继续工作 好 那60岁好不好 60岁可不可以 弹性推测制度取决于 他个人的身体状况和工作意愿 我先确认一下 平均来讲 体力劳动者 可不可以这么做 也许现在不可以 但是将来 人的寿命加长是可以的 好 通常别有您说寿命加长 科技的进步 让平均寿命加长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 有些人的寿命增长了 可是他看病的次数 也随机增加 您方认为对健康不健康 生命加长 生活质量也得到增加 那是您帮我论证吧 谢谢 好 下面有请我们的 正方的变手代表 来做小节 记事开始 谢谢主席大家好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刚才的公变环节 对方一边一直在问 我方一个问题 延长退休年龄 是不是能解决 劳动力不足 说我方一直在讲 可是我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讲 您方是不是事先准备嫌疑过重 再来我们看对方没有 他一直在纠结一个问题 他说今天白领 可以去延长退休年龄 所以那是不是 白领延长退休年龄 就是力大于弊 而他方又告诉我 蓝领工作太辛苦 所以蓝领很多人都不愿意 可是我方今天告诉您 今天如果中国要延长退休 年龄绝对不会是一刀切 而且我方今天不是在跟你探讨 这个制度如果要实施 该如何实施的问题 我方今天只跟你探讨 这个制度的利弊问题 所以您方一直在拿一个 一刀切的制度来告诉我方 还跟我方说 我方不要提弹性延长 我方只是告诉你 如果今天要实施 也绝对不像您方所说的那样 您方又何以拿 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来攻击我方呢 希望您方在接下来 自由变化环境中 也不要犯类似的错误 其次对方没有告诉我 说如果今天蓝领工作辛苦 白领工作不辛苦 如果您方延长退休年龄 就这两个群体之间的不公平 请问对方没有 不公平是由谁导致的 是不是我一延长退休年龄 这两者的工作性质就不公平 还是说即使我今天不延长退休年龄 这两者的工作性质 仍然存在着差异呢 所以啊 世界上365行行行工作性质都不一样 您方希望我方延长退休年龄 来缓解这两种工作的差异 我方告诉你 我方办不到 其次对方没有告诉我 说很多现在 对方没有一直在 对方三面刚刚 对方二面在刚刚公平的时候 告诉我 说现在的财政压力啊 每年可以提高一倍 而我们的退休金呢 却每年还要多交 所以现在很多人不支持 对方没有 很多人不支持 也论证不出这个 他制度的不合理 因为很多人不支持 源于他的不了解 就像限苏令 他在中国刚开始提出的时候 很多人也不支持嘛 因为我们购物的时候 多拿个塑料袋 总之很麻烦 可是现在很多人支持他 为什么 因为我们意识到这个东西 可以保护环境 可以造福子孙后代 所以我们发现 很多时候一项制度 它在改革的时候 必然会侵害一部分的既得利益 但是是改革 就要有流血和牺牲 但是是制度要更新 社会要进步 就必须伴随着 侵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 这个东西不是币 而在长远上 能够规避这些币的时候 我方认为他就是利大于币 谢谢各位 好 谢谢我们的正方一变 下面有请我们的 反方辩手代表 来做小杰 记事开始 大家好 我方其实实在很不想 跟对方纠结 什么制度要怎么定定的问题 可是今天很明显 我们讨论是一个价值上 所以我们当然是要 对于延长退休年龄 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一一讨论 分量出一个利弊的 是交给政策制定者 做出一个狠断嘛 那对方没有说 可是中国未来一定是做弹性退休年龄 对方没有 我们资料 中国人设部都不确定 您方怎么就未卜先知了呢 再来对方 其实这个法国 澳洲 希腊等等的国家 他的退休年龄制度 也是这个劳动者 所有的年龄层一起延长 也不是像对方没有讲 弹性退休年龄嘛 那如果对方没有 真的只要跟我们谈论 弹性退休年龄 那么如果都弹性了 您方怎么能够达到 你这个劳动力可以增加 教育年限普及之后 大家都教育 这个工作年龄延长 以及您方财政问题的解决呢 所以如果您方讨论弹性 您方根本也没有办法认证 任何利益啊 所以对方便哦 接下来比赛 还是请您正面的 跟我们比较 对于这两种阶层的而言 有什么利益跟避害 正面的做出 利大于弊 弊大于利益的判断 再来对方便有告诉我们 这个在逻辑上呢 因为教育年限的提高 所以白领的人 所以这个工作越久越好 可是我们要看 教育年限提高是哪些人 不就是那些白领 可以追冷气的人吗 可是我们社会上 还有七成的劳工 基层的劳工 他们可能是高中毕业 职场毕业 或是一些农民工 他们教育年限 其实是没有提上的 可是你却要教他们 工作更多的时数 承担更多的工商风险 您方政府于心何忍呢 回过头来 而且我方也告诉你了 如果我们财政 确实是足够支出 所以我们现在 也没有这样的必要性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比较的事情 一个制度再实施下去 的确会有这个 受益的一方 受力的一方 那我们就要讨论 受益的一方 这些白领的人 对他们而言 他们的确可能是 有一部分老近福利 壮志未愁 那么他们继续工作 的确我方承认是个利益 可这个利益叫做锦上添花 因为他本来 就像现在很多的公务人员 这个警务处长 他退售之后 还是这个继续去做 这个私人部门的执行董事 所以我方认为这样子的情形 只是锦上添花 可是我们要回过头来看 另外一群人 他们其实现在是 没有什么壮志 他们拖着腰 一个老马在工作 在阴架上 在晒着太阳 努力地劳动的时候 您方要告诉他们 你教育年限提高 我们财政现在付不起你的支出 你就给我继续工作 否则 这个我就我也不管你 我们要共体时间 这样子不是这样的概念吧 谢谢 好 谢谢我们的反方二变 下面我们将要进行的是 自由辩论的环节 首先有请我们的正方辩手 睡前发言 几时开始 请教对方辩友了 您方今天判断 力大还是必大的标准是什么 对方辩友非常的简单 对于弱势族群而言 他们所造的伤害 才是我们社会的损失 对于那一群白领阶级而言 那个叫做景象天花 再想请教对方辩友了 我们刚才前面所提到辽宁省的资料 后段也指出 未来当我们财政能力越强的时候 我们负担老人 扶养比的能力也越强 到底何来财政的问题 告诉大家 对方辩友 我今天延迟退休 能够增加养老金 增加工作储蓄 为何是一种伤害 请您论证 方辩友 可是对有些人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继续工作嘛 澳洲有个旷工就说 他现在还可以工作 已经是小兴了 根本不敢奢望有下一个十年 如果您方硬要叫他的工作 是不是对他的研究是一种避害呢 对方辩友 你今天反复再给我讨论 重体力劳动者 应该怎么保护他的利益 我告诉您之后 可以通过完善退休制度 来保护他们的利益的时候 对方辩友要告诉我 不 这样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你们就增加不了就业了 对方辩友不要跳 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讨论 究竟能不能保护他们的利益 你们方说完善制度 究竟长得怎样 我方也不知道 那我们要如何讨论呢 你们方说财政缺口的问题 我们看到是中国现在GDP 每年以7%的输入在成长 未来也会保持7到8年的时间 一样的输入成长 请问财政问题到底是哪来的 对方辩友我只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这个群体间工作性质的差异 究竟是延长退休年龄导致的 还是不延长也存在 你方正面告诉我 那请宁方正面告诉大家 延长退休年龄 加剧使他们的经济空窗期 或是他们继续工作 加剧他们的职业伤害 这是不是延长退休年龄带来的呢 对方辩友 延长退休年龄 究竟应该怎么实施 那是我们下一个变题 还可以讨论的问题了吗 请教对方辩友 您方请正面回答我方一遍的问题 这个差距究竟是行业性质带来的 还是延长退休年龄带来的 对方辩友不敢回答 体力劳动阶级的问题 是不是也代表他知道 如果体力劳动阶级延后 是必大于利的呢 我方已经多次告诉您 这是制度实施层面的问题 今天我们再来探讨利比 请您正面告诉我 这个不公平究竟是延长退休年龄带来的 还是行业性质之间差异带来的呢 对方辩友 就是您方延长退休年龄的制度带来的啊 想请问对方 营介业和制造业啊 和55岁以上的劳动人口 发生坠落意外 是年轻人的6倍 请问您方这个是不是叫做避害呢 对方没有告诉我 这延长退休年龄带来的 那是不是告诉我 今天只要不延长退休年龄 这些重体力劳动者的工作 他们就不会产生重体力了呢 简单来说好 您方说这些性质的差异 的确天生就有 但是您方延后退休的差距 会让这个差距扩大 所以对蓝领阶层的障碍也就扩大 这当然是不公不义的展现啊 对方没有 我们有没有说过 政策不需要完善 您今天把我方认为 一个政策能解决所有问题 对方没有 我告诉你我们做不到 还是想请问对方没有了 如果既然是行业差异带来的 延长退休年龄又何措置 他加剧了这个差距嘛 请您方不要再误解了 最后一次告诉对方 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变题 是要告诉未来要推动 延长退休年龄政策的人 他们做了这个政策 利益会在哪些人身上 被害又会在哪些人身上 他必须要了解这个 进行一个损益 才能制定您方说的更好的制度嘛 所以 您方不能否认 他对蓝领造成的伤害 对没错 对方没有 但是您方所说的那些币 都可以在制度的完善中得到解决 所以他们对我们的 今天变题来说 讨论是没有意义的 请教对方没有了 生命周期理论 这样一个规律 您如何解决 对方没有不对 关键是您方也没有证明出 中国的财政会有多大的问题 难道我们现在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跟三四年前的时候的 这个冰岛或是希腊一样 国家都要破产了 政府的公务员都要下岗失业了吗 如果不是 这个时候 你要劳力阶级 跟你共体时间 这合理吗 对方没有 生命周期理论请您解释 人的生命延长之后 合理比例该不该保持 他的工作心态 如果还很健康的话 你强迫他对修 这样好不好呢 那我没有说 生命周期延长 可是人均期望 受命延长 从来不是雨露均沾的 欧盟研究所就告诉我们 人均期望受命 虽然延长 但是活得最短的 还是那些工人 您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呢 对方没有 今天不要再老拿特定群企来 跟我们讨论了 请问对方没有了 生命周期理论 延长退休年龄 如果不延长 带来的老年人离退休综合症 如何解决 您刚刚说的那个 生命周期理论的前提 是他的教育年限变长 可是请教一下 教育年限变长 是白领还是蓝领 是底层的人 还是上层的人 对方没有 今天义务教育制度 就告诉你 全体的人 受教育年限都在家长 您方今天单单 考讨论蓝领的问题 是不是太过于天真了呢 对方没有 未免太不现实了 那么多农民劳工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受到教育 您方怎么视而不见呢 对方没有 今天无非再说 一个利益得多 一个利益得少 一个阶级得利益多 一个阶级得利益少 那与整个养老体系 崩溃相比 利弊比较 孰心俗众 请您正面回答 对方必有 关键就是现在中国的财政 根本就不如 您方所证明的这样 再想请到对方没有了 我方所论证的蓝领阶级 在整体社会劳动阶级的 六成到七成 面对这么庞大的人力结构 他们的这个 他们如果这个工作环境 面临越大的工伤的时候 您方的政府 不也要负担更多的财政 去帮助他们 这个时候 到底哪里解决了财政问题 对方便有 如果财政一直 补通这个黑洞的话 我会告诉您 会给这个社会 带来更大的压力 请问对方便有了 您方如何解释 离退休综合症这样的现象 对方便有 如果那按照您方的逻辑 如果今天政府的财政 真的垮台 是不是所有的福利政策 都不要发呢 对方便有方就是告诉您 基于生命周期理论 现在过倒的退休 很多人会患上离退休综合症 是不是延长退休年龄 更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这难道不是利大于弊吗 对方便有 法定的退休年龄 从来不影响 他实际的退休年龄 所以白领这个专领的退休 他还可以未来来继续工作 所以对方便有 不要忽视这个现象的存在 再请教对方便有 您方说现在养老金有缺口 中国财政也问 你到底缺多少钱 您方倒是说说看了 对方便有 人社部公布当下养老金缺口 18.3万亿 对方便有 这个问题您方如何解决 对方便有 我记得您方一开始说 它是一个亏空的状态 据我们查到的资料 发现养老金的发放 现在好像有一些黑洞 有一些黑箱 是不是我们在这里进行改革 就可以不用剥夺那些蓝领 他们的经济收入呢 没错啊 那就是要改革您方告诉我怎么改革呀 呃对方便有 我们这个讨论这个偏题了 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正轨 您方到底要怎么解释 告诉大家说 我们原本社保制度的目的 就是保障那些弱势 对于知识水平的人而言 他有没有拿到这笔钱 差别不是很大 您方到底要怎么解释 对这群人的伤害是力大于弊的 对方便有说白领没压力 现在的中国 由于计划生育 白领上有私老 下有医保 白领压力怎么不大 压力大的时候 该不该多工作多赚钱呢 方便有看个人的选择 可是您的退休年龄 延长不影响他们的选择 还是你对方便有正式 远见杂志针对退休展开的调查 就发现啊 你同意退延后退休年龄的人 高薪的人比低薪的人多了一倍 请问这个现象是为什么呢 对方便有 这还是权力寻租的问题吗 一个行业它带来的差异是必然的 我们不能奢望一个制度 就可以完全地根除它 请教您了 离退休综合证如何解决 您倒是给一个答案 您方不能说这个制度本身天生存在 就完全视而不见吗 这个制度加深的难道不是个避害吗 再请教对方便有一个问题 这个如果今天有钱人 他不透过政府的保险 他还可以自己去买保险 穷人难道可以自己买保险吗 谢谢各位 对方便有啊 您现在如果不完善这个制度的话 很多年以后 您也会患上离退休综合证 难道您不希望延长自己退休年龄 来规避这个弊端吗 对方便有 您方的体力劳动者的确没工作了 但是离退休综合证 对他的心理压力产生的避害数是更大呢 退休买不起保险怎么办 退休前多赚钱再买保险不更好吗 对方便有18.3万亿啊 这样一个财政的亏空 这样一个养老金的亏空问题 怎么解决 您倒是给我一个答案 对方便有可能觉得养老金亏空 跟自己没关系 可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态度 将会导致很多年以后 这个社会上每个人都面临 老无所依的状态呀 对方便有 当养老制度一旦崩溃 你我老无所依 对方便有这样可怕吗 大家都应该多煮点饭多宫点做嘛 当这个养老金系统一旦崩塌的时候 你我都会老无所依 综上我方坚持认为 延长退休年龄力大于弊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 谢谢 在一种非常激烈 胶着的语境状态当中 我们不舍得告别了 这个自由辩论的阶段 接下来呢 将有我们的 首先由我们的反方四辩 来做总结陈词 即使开始 谢谢主席 各位好 对方便有一直在刻着我们的概念 他们认为说 今天这样子的避害 不是这个制度造成的 可是各位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谈大学学费 市场机制化的过程当中 会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 显然贫富差距也是 本身就存在的问题 可是这样的制度 会扩大这样的差距的时候 我们仍然会评价 这个制度是必大而栗的 澄清了这个观念之后 回到本场比赛 我们在前面的时候问大家 如果在中国的财政问题 真的这么严重的话 那为什么对方便有不干脆 取消社保制度 其实对方便有也不敢取消 那是因为 我们现在在面临的财政问题 根本就不是如同 这个三四年前的时候 比如说冰岛 或是希腊 当国家都破产了 公务员都下岗了 我们政府都关门了 土崩瓦解的时候 在这种状况底下 你说 劳动阶级 知识阶级 大家咬着牙 忍一忍 共体时间 我们无话可说 可是各位 中国现在年均GDP 每年成长7% 我的状况底下 这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吗 如果不是 这场比赛 真正要讨论的真结 就只在一个 我们的财政 未来可能产生风险 跟状 跟问题的时候 我们对于劳工的保险 我们对于劳工的保险 劳工的保障 到底可不可以接受 往后的延迟 我们今天的概念非常简单 我们在谈的 就是一个当你延迟发放 退休金给付的时候 会对于弱势底层的劳工 造成很大的伤害 对这一群人而言 无论是清洁工 搬运工 作业员 或是矿工 他们现在在工作退休的年限 就已经晚于他身体 可以承担的合理范围了 在这样子的前提底下 他继续延后退休年营的结果 要不 就是他请领退休金给付的空窗期 会拉得越来越长 针对这个空窗期 他的经济生活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负担 要不 他就是硬是做到 宁方政府政策所规定的法令年限 可是这个时候 会对于他的身体 产生莫大的伤害 对方便有 劳工阶级在宁方的制度底下 面临这样子的两难跟抉择 宁方怎么就看不到 我们也许可以接受 65岁的白领阶级 在退休之后 无论是出于制度 或出于自愿 他继续在公司里面接单 为公司整体的营运负责 可是我们难道能够接受 自己年迈的父亲 还要到这个 几十公尺 几百公尺深的 这个暗无天日的矿区 去承担那样子 危险的工作环境吗 这群弱势底层劳工 他们的状态 他们的生活 他们真的很辛苦 当我们每每每在谈经济发展的时候 当中国的这个GDP 每年成长7.5% 当我们一栋一栋的高楼大厦 开始逐一的盖起来的时候 我们看得到那个华丽的外表 可是我们看不到背后 这群人默默辛苦努力的付出 各位 社会保险制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无非就是观寡 孤独 废集者皆有所养 如此而已吗 可是延迟退休年龄 是对于这群人而言 本质上背道而驰 是一种绝对的伤害 对方被有到底要如何 在他方的观点里面论证 他是力大于弊的 对方被有谈财政问题 我们即便退一步谈好了 承认财政问题可能的存在 可是难道 我们不是应该思考是我们这一代的白领阶级 我们这一代的知识新贵 在座所有的青年人 应该如何去思考 如何面对这样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 而不是把财政问题一窟窿窿地丢到那一群 过去已经为我们辛苦付出了数十年 现在只是需要靠那微薄的退休金 过后半段余生的劳工阶级 到底为什么 我方的节便快要结束了 待会对方被有会继续告诉我们 如果不这么做着的话 财政会瓦解 社保制度会没有办法延续 我们的世代正义会出现问题 可是各位 我们即便承认会有这样子的未来存在 我们也愿意站在这边大声地告诉大家 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 我们有越多的 我们有更多的知识 我们有更多的资源 我们手中握有的是比过去还多 无限的可能 关键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手中的资源 哪怕我们在这一代 多缴纳一些劳工保险基金 我们都不愿意用财政的缺口 或者是跨世代正义的这种名号跟借口 去作为欺压现在劳工的一种正当化的借口 谢谢各位 好的 谢谢我们的反方四变 下面有请正方四变来做总结陈词 谢谢主席 大家好 2009年的北京 当政府计划采用垃圾焚烧的方法处理垃圾时 民调中80%的人表示反对 因为他们觉得这会产生污染 焚烧计划因此搁浅 但这一计划已经被科学证明合理无害 2013年的昆明 当政府计划引进国外先进的PX项目时 3000市民聚集到南平广场上抗议 因为他们觉得这会产生剧毒 PX项目因此被搁置 但是这种方法已被科学证明合理无害 2014年的今天 对方便有挥舞着他们手中的感情倾诉 告诉我延长退休年龄是多么的必大于历史 正有一大批老员工 因为退休年龄的限制而被迫离开岗位 这是民意的力量 也是民意的可怕 我们纵观今天整场比赛都可以发现 对方便有今天所有的理论 都是建立在一种情绪化的认定之中的 他认为对蓝领不利 他认为对那些重体劳动者不利 他企图唤醒我们内心最本质的一种善良 告诉大家 对对对 好像是这样 但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想一想今天的变题 延长退休年龄 利大于弊 还是弊大于利 我们承认 延长退休年龄 在现今的中国国情下 当然存在它的弊端 这样可以通过我们今后 包括双轨制的取消 包括男女比例的缩小 包括对重体劳动者的关照 这样整等等手段 来解决对方便有所说的弊 那他所带来的利呢 他对于生命周期理论的这样一种规律的遵循 他对于老年人这样 老无所谓的状态的追求 对方便有 因为什么视而不见 我们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是 延长退休年龄不是一蹴而就的 我们不可能苛求一项制度 它可以解决这个社会上所有的问题 今天对方便有问我 如果一个学生 一个学校 他现在遇到财政亏空了 是不是需要提高学生的学费来完善这样一种制度的亏空 来填补这样一个财政的空缺 相信大家听到我方一辩所说的 那个养老金亏空18.3万亿这样一个数字的时候 一定会触目惊心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这样一个财政亏空的数字依旧存在 被曾几何倍的上涨的时候 未来的有一天 你我都将会劳无所依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今天纵观 今天对方便有所有的理论都是建立在意中 他要牺牲个人利益来保全国家的利益 从而对方便有觉得这是一个借口 这是一个国家 在向我盘剥科学的借口 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取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们两个同学一起住一个寝室 这个时候有垃圾产生了 你方认为这是你的垃圾 不应该归我管 我方认为这是我的垃圾 你不应该归你管 就这样的时候 我们的寝室在不知不觉中 变成了一个垃圾场 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两耳不问窗外 是一身一心只读圣贤 说我们可能认为 农民的土地被剥削了 与我何干 别人的财产被剥削了 与我何干 别人的房屋被拆迁了 与我何干 但是这些这些一切的一切 最后都会落到你我的身上 因为我们是一个 不可分割的共同体 当财政系统一旦崩溃 当养老系统一旦崩溃的时候 我们该找谁 去要我们养老的那笔费用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 延长退休年龄是力大于弊的 不是告诉大家 延长退休年龄 是什么万全之策 是什么根本之策 而是要告诉大家 你我一点点小小的力量 一点点对国家贡献的力量 就可以给这个国家的未来 带来一个美好的元天 俗话说 正统不必 长相继 天下之志 有阴有阁 到一种变革的时代 已经到来 没有什么力量 能够阻挡它 谢谢大家 好 感谢我们的正方四辩的总结陈词 到这里 我们这一场的比赛 也接近尾声了 其实对于在场的八位年轻人来说 谈论延迟退休这个话题 其实是过于艰深了 因为对于这样一个话题 是一个设计面太广 涉及人数众多的一个非常复杂的 非常艰深的一个话题 但是其实说白了 这样一个话题是事关国家的利益 和人民的权益 如何更好协调的一个话题 虽然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利益出发点 和自己的看法 但是我相信每一个开始工作的人 他们一开始工作的时候 都有一个目标 那就是希望能够为自己创造幸福的生活 当我们退休之后 结束自己的工作生涯的时候 我们都希望能够轻松地享受生活 所以我们期待有关于延迟退休这样一个话题 至少能够从倾听民意 尽可能地满足人民诉求的这个角度出发 来达到一个合理的契机 当然很高兴的是今天能够在场上看到 虽然在场的双方的变手 他们的观点不一样 但是他们有一共同的诉求和目标 那就是他们有目标 也有信心来实现这个众人皆满意的宏伟目标 好的 让我们再次感谢我们今天在